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通过一些感情或者一些痛苦去表达 以我个人的故事里面是用八种不同的感情去表达的 Bullet to the Heart 这首歌呢就可能是那种 我最痛苦通过这个痛苦我好像受到很大的折磨 但我愿意去承受这个折磨 因为我很爱你 又爱你又恨你的这种 我恨你可能是因为我受到这个折磨 但是我爱你大于我恨你 这个专辑会有什么彩蛋吗 比如有些花絮啊或什么 啊 啊 所有MV的制作的花絮当然会有 最好的状态 但整个整个设计啊跟逻辑整个故事啊整个 其实那个专辑的封面里面可以说80%都是我的思想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能能够代表我吧 中韩美3D工作节奏对你的音乐创作是增加了创作素材还是增加了难度挑战 也没有就其实不管在哪个地区活动也是一种体验的对我来说 就可能让我知道哎 原来现在啊的音乐的世界是这样的 在某一个国家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在在咱们咱们这里是这样的 然后在其他国家是那样的 就有一个更更深的了解吧 这样的话对也是因为这些得回来的一些经验 令到我创作音乐的时候灵感会来得更多吧 那如果遇到创作瓶颈期的时候会如何调节和突破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音乐也好跳舞也好画画也好都是一个艺术的东西嘛 就也这个东西是逼不了的 以硬去干是做不了就做不了 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是什么科学可以研发出来的一个东西 也不是数学可以就是拼成完成的一件事 就非常个人化的 而且非常是感情化的一样东西 所以如果不行的时候就那不行 就可能休息一天 或者休息一段时间重新把自己洗一洗 自己把自己整理一下 网友总结你是音乐里的性感Vocal 综艺里的逗逼 舞台上的男神 还有私底下生活最真实的你 如果让你来one pick 作为自己的本命idol 你会选哪个 我会选择选择我就是忘加尔迦森 我就是一个喜欢音乐 而且一个喜欢自己做自己想做自己爱的事的一个人 最近男明星的身材会成为热门的话题 给你个机会选择自己身材最好的部分参与这个PK 你会选择哪里呢 我首先我不参加 我没到这个地步可以参加 我就觉得健康就好了 又不是健美比赛现在干嘛 是干嘛呢 就是健康就好 最自信是哪一部分 最自信啊 哎呀 这你确认这是他们想问的问题 还是你想问的问题 我最自信啊 就那里啊 就是 哎不说了 我自己觉得 首先我没有想要比赛 别把我放在这比赛里面 我要退赛 求求你 第二 这是我自己觉得的 这是我自己觉得 个人的感受 想法 人欲献 你不要最后只是把我人欲献剪进去 我前面说了一大堆话呢 你别让人家 让人家 哦 往这儿 什么鬼啊你 你凭啥 你就 你明白 别 别这样 不是那么好 真的 我觉得 然后今天话的环节叫做 我从来没有做过 嗯 做过超过三个就要接受我们的惩罚 好嘞 我从来没有因为创作而崩溃过 我没有 如果没有就是yes 没有就是yes 对 对 我从来没有跳舞的时候忘记过动作 有 no 有一个咯 有一个咯 就是 你就直接来惩罚呗 哈哈哈哈 ok 来来来来 我从来没有被蜡哭过 蜡哭 啊蜡到哭啊 我没有 断除了冰箱上 是哭了吗 流泪了 但这不是我真的投入感情的去哭的 这是 对 但是蜡 是蜡出眼泪出来 但不代表我在哭 哭是真的 哎 我好伤心 这个 对 所以不算 那好 我从来没有跟朋友约会迟到过 就 赶紧来 那个 惩罚吧 这是 好了 有啊 当然有迟到过 其实 刚起床 但是 就跟他说 再 就快到了 哈哈哈 yeah 我从来不会用自己的照片做拼包 我用啊 有些时候 小时候 之前 现在也在用 我小时候跟我妈妈 跟我哥的一个家庭照 就是 还是no了 no了 那就三个了 但就三个了 咱们 你开心了 咱们做一个比较熟悉的环节 看到他会比较熟悉哦 这什么 哇 哇 可以给镜镇镜头展示一下 还记得是什么时候的 这就是 我们战斗吧 我跟 小白哥 老肖哥 一起闯关的时候 一起读过的一个词 您从三部分 各选一条读一下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二半 鸣鸣鸣鸣 this 없습니다 只要把 我的 气息 头 他 你 然后 这 你 artifact 发黑 灰美 为飞 花 化为灰 黑化肥 会 灰 会 灰发 灰化肥 灰发会 发黑 会发会 发黑 reserved 惩罚出过了 谢谢 下面是一个来自粉丝的同考 需要打一下阵子 然后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理解题 一个是阅读题 好嘞 那些拼音吗 嗯 一些是缩写 都是一些网络用词 网络用语 啊 第三个对不起 dbq对不起 可以全都告诉你 不请就 倒数第三个 心急吗 你的心很急吗 不是 你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写 没事 没有标准答案 你觉得对的就是对的 真的不知道 第一个是 nobody cares 没有人在乎 哇 ok 第二个是 你说的对 你说的 就这么讨厌打字吗 那以后所有的文字 你写论文都是用这个缩写的 你问那个教授看不看得懂 第四个是打扰了 然后下一个是血雨心风 不知道什么意思 ok 然后下一个是小姐妹 饭圈小姐妹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追你的小粉丝 然后两个小姊妹小姐妹 小姐妹 对 然后下一个是夸你的漂亮哥哥 漂亮哥哥 谢谢 下一个还是夸你的 盛世美颜 哇 SSMY我还以为是什么牌子 预读题 分别用普通话和粤语有感情的朗读 Jacky 看到好看的东西 我就想起你 实相全能样样好 千年一遇 没得挑 什么时候有空 听我的新歌呢 Jacky 好难哦 好像在学校 反省一下我这个回答题的状态就是 不考这个课 给我零分吧 不读这一课了 对 就放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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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